灯火熄灭了 爱也折磨了 记忆还温热 也退了颜色 回家吧 孤独 孤独还等待着安抚 拖下那一层一层的幸福 吹开心中的屋 40岁的艾成14日才在个人脸书直播唱歌 让粉丝大饱耳福 没想到三天后 就在卢州捷运贡购大楼坠楼身亡 获报后警方与救护车立即赶到现场 警方了解后表示 死者昨晚心情不好到该地7楼找老婆王童 由于王童17日上午要至宜蘭工作 因此请两位朋友到场陪伴 然而仍不幸发生憾事 艾成出生马来西亚 本名蔡艾成 爱唱歌的她 14岁就参加唱歌比赛 曾拿下全马公开赛冠军 全马明日之星总冠军等 但真正进入台湾观众视野 是在超级偶像第一季担任体观者 优秀的表现让她备受注目 转战成为第二季参赛者 并顺利拿下冠冠军 姚姚姚 小兰姚姚 嘗試演戲 艾成的演藝之路 始終沒有大紅大紫 只好加碼副業 開啟馬來西亞餐廳 今年受到疫情重創 卻從五間店變成一間 扛債近五百萬 然而對於外界而言 焦點永遠是在他與王瞳身上 認識十年 然後交往九年 而且我們當初是一個 新兵進行曲的節目 然後我們兩個都是代班的角色 然後有一天我就在後台 就看到我覺得這個女生 在台上很活潑 但是她在台下 我那天剛好帶了一個木吉他 我就在她面前唱一首 我的心真的受傷了 給她聽 從那時候開始 愛情與王瞳一路陪伴 才組成北七樂團奇遇音樂夢 然而看似穩定的感情 卻在2019年 爆出王瞳和已婚男星 馬俊玲過從生命的風波 你老公管好 叫不要出來外面她害女人 OK 可以 OK喔 OK 好 你管好你的女兒 不要去害女兒家庭嗎 OK 我就管好 他沒有害 他沒有破壞你家庭 好 如果有破壞家庭的話 你老公不會回來 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沒有把演員的本分做好 沒有把戲裡跟戲外的界線 畫清楚 跟她面對面的訴說 我的心情 對於我阿姨 有一些情緒上的言辭 非常的抱歉 這絕對不是我的本意 當時王瞳被馬智玲太太 以侵害配偶權告上法院 最後庭外和解 而艾成則大器的選擇原諒 並在2020年7月 與王瞳登記結婚 但她倆的婚姻生活 卻並非外界所想的和諧 感覺我是跟一個機器人結婚 每天早上7點起床 9點吃早餐 11點半訂Uber Eats 11點50下去拿Uber Eats的餐 然後1點2點 就開始做自己的事情 或是看看我要做什麼 處理什麼事情 然後他5、6點又吃完晚餐 機器人 他每天8點半就睡覺了 他很願意做 但是他從來不跟你聊 他完全不關心你的心情 最近怎麼樣啊 然後我就覺得 嗯 那這樣你跟我結婚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王瞳在結婚一周年之際 哽咽到處自己的委屈 但更讓他擔心的是 艾成的心理狀態 人怎麼可以把自己 過得像機器人一樣 我們總要放鬆啊 你那個相機機 每天這樣拉緊 一定是會斷掉的啊 而面對老婆的控訴與擔心 艾成是這樣說 你說機器人的生活 我的確是 其實剛開始當然不是 那因為在這20年當中 就是在藝能界闖蕩嘛 然後怎麼闖都闖不出名堂 然後也猶豫症 也躁鬱症 也鬼腹 也死裡復活 其實到最後我覺得 我漸漸漸漸漸讓自己過上一種 只要我不傷害人 只要我讓自己活著 那就好了 所以我把照顧自己的時間 變成很多 雖然我很愛王瞳 我覺得我的人生很孤單 很痛苦 但是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相信我們是神的孩子 我們是有能力可以做改變的 從艾成的言談中 可以知道 他對未來仍有信心 8月初接受媒體訪問時 還說到 若航這20年來 沒有好好照顧父母 9月想帶王瞳回去見見他們 並在當地不辦婚宴 也想要一個小孩 只是如今天人永隔 這些規劃都已經來不及實現了 燈詞作詞您的 incubator 看粉絲 大家ismus